Hello 大家好 我们今天会继续讲我们这个系列 就是讲为什么维他命C 是在每个家庭都应该是家居必备的宝贝 那大家如果错过了之前的视频 记得点击下面的连续 去看之前的视频 那如果大家还没订阅 记得快点点按下面那个红色的订阅的按钮 还有打开那个小铃铛 那接着我们接着的系列 有什么新的视频 大家都会看到 不讲可能大家都不知道 原来维他命C 足够的高的剂量的时候 是对三高都有帮助 那首先第一个我们讲 就是这个高血压的问题 包括所有统症的心脏问题 动物硬化等等 维他命C也会有帮助的 那为什么呢 就是因为维他命C 其实会令到我们那个动物 可以软化我们的血管 那譬如说有个研究报告说了 他找了一批人是有血压的问题的 那然后就怎么样呢 每天只给他吃500mg 500毫克的维他命C 那吃了30天而已 那这批人整体来说 那个平均的血压的上压 本来是155的 完了之后呢 30天之后呢 量一量 只剩142 就大幅降了13 大家记得他只要每天 只要吃500毫克 还有只要30天 那我们就建议呢 大家如果有高血压的问题 或者其他 比如说有些心血管的问题的话呢 就建议大家可以吃两茶匙 就是2000mg的维他命C 就是我们的Basin C 那我相信那个效果就很快会见到的了 第二个就是高血糖 也就是糖尿病 那为什么维他命C会帮助到糖尿病的病人呢 大家一定要明白一个process 就是之所以糖尿病是这么可怕 怎样对身体这么大伤害呢 是因为一个自己的Glycoculation 就是糖化 好像糖化 糖化我们身体的不同的Tissue 细胞 或者我们的蛋白质等等 那糖化之后呢 就要攻击我们的心脏 攻击我们的脑部的神经系统 攻击我们的神脏 也攻击我们的整个眼睛 大家听过糖尿病的病人 到后期的时候 很多时候有可能会变得盲 就是因为它攻击视网膜 其实全部都跟这个Glycoculation有关的 而维他命C 就可以大幅降低这些血液里面的糖分 去糖化我们的蛋白质和各样的细胞 比如有一个研究报告说出 他找了一批人有高血糖的问题 有糖尿病 吃了一些维他命C一段时间之后 他发觉那个血糖就不是很大分别 就是维他命C不是帮你降血糖 但是他发觉那个HPA1C 就是我们的血糖素的糖化 他说Glycoculation大幅降低18% 大家很多时候现在去量度 量度自己是否有糖尿病 去监测 很多时候除了监测血糖之外 也会用这个方法 HPA1C 去量度过去三个月的平均数值 现在我在说这件事情 他发觉吃完维他命C一段时间之后 降低18% 也很明显 也就是说 因为Glycoculation糖化了那个效果 而攻击我们的肾脏 脑部 神经系统 眼部 这些的伤害 也是大幅降低的 第三个三高 就是高胆固醇 大家这个都知道 但是很少人听过 维他命C原来也有帮助 例如有一个研究报告 就说 他们每人给了2000mg 每天2000mg 分开两次 只是吃了六个礼拜的时间 量度身体里的胆固醇 发觉平均降低了12% 那胆固醇 大家都知道 如果血液里面太多胆固醇 它就可能会积聚在血管里面 会令到血管闭失 也会令到血管眼化 所以 或者我们会带来这些心脏的血管的生失 那也很大问题 不只是高血压这么简单 甚至有生命危险 所以我们发觉 很开心 原来 维他命C一样有帮助 我们跟大家讲 我们会有讲15种维他命C 怎样帮助我们的身体 那今次就先讲到这么多 下一次我们会继续讲 那如果大家还没订阅 快点点按那个按钮 那还有 如果大家一当 对我们经常提到 Pascent C 那个Libosomo的维他命C 有兴趣的话 也可以点击在下面的连续 就无论在香港或者海外地区 都会有资料是怎样买到 好 下次再见 拜拜 -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直至特别是女士 去到更年期的时候 头五年就已经降低了30% 所以降低很快 所以你看到 老人家和嬷是差很远的 1.0和0.2的分别 但是加了维他命C 打了之后 制造Collagen 就是原本6.2 之后12.4 直接足足是两倍的 -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